第三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30号公告 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即将举办世界和平大法会 以佛教的仪式祈祷世界和平即享昌圣 这是一件值得大家高兴和诸贺的大事 据了解,这次大会的主题除了以佛教仪式做加持祈祷之外 其依次修行学习的是第三世多解枪佛的教法和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作为修行人在此大会期间 应该是为利益众生而学习第三世多解枪佛的言行 无私奉献于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行愿 以求觉悟最终达到解脱成就 可是有部分佛教徒偏离的主题 准备在这次大会期间借用第三世多解枪佛创造的成果 如书瓦、茶叶、药物、科技等拿来制成产品 在大会期间摆摊设典 销售给参加大会的人士 乃至提前宣传说 购买这些东西会得到加持 你们弘扬第三世多解枪佛的成就是一个善行 但是第三世多解枪佛说 这样的说法是天能方向的 佛教徒全凭之见要正 本办公室在此提醒大家 大家首先必须明白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齐聚一堂 就是要用大家的虔诚来齐请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加持大家 免除众生的灾难苦恶 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幸福 要把心形真诚的放在祈祷上 利益大众上 在这么认真严肃的时刻 我们怎么能不诚心祈祷 反而利用会议期间做生意呢 其次 第三世多解枪佛为人类创造了许多精美绝伦 独一无二的成果 这些生产厂商或公司 从艺术馆或有关公司得到授权 这些东西已经与第三世多解枪佛没有关系了 他们得到授权设计 生产的各种商品予以买卖 这是正当的合法的 而且把这些佛陀的成果带进人们的生活 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功德的 但是本办公室必须说明 在本次世界和平大法会期间出现的买卖 与第三世多解枪佛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世多解枪佛没有从中获取一分钱的利益 第三世多解枪佛说 大会的目的是祈祷世界和平 任何事情都应该围绕着世界和平为其服务 世界和平大会绝不能参杂任何与祈祷世界和平无关的事进去 大家应该一心沉浸 尽一子之力 真正祈祷人类幸福 世界吉祥 据了解 在大会现场 有恭请佛像 法音和佛书的摊位 有外热体育运动推广的摊位等 体育运动直接达到了有益于大家的身心健康 这些都是真正给大众带来利益的好事应该支持 由此 所有的佛教徒应该牢记第三世多解枪佛的教导 始终把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只有这样才是一位好的佛弟子 好的修行人 才能不枉一世人生 才能够真正得到福会圆满 第三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2012年11月1日